还是上来之后 没名没姓的 有的一堆 一大长串 还有各种表情 很长 各种小礼花 这样的 往下掉了 小酒杯 八千个烟花 一个歪着的小酒杯 我一一旦看 一旦看到那样的 我一概不 张老师我最近 咱俩上次聊 你就是结婚 之前是这样的 因为张老师 曾经跟我在海拔 五千一万米的 雪山上 张老师拉着我说 来 琴 我掺着 你跨着我咱俩下去 然后走着 张老师说 等你结婚那天 我也这样送你走上红毯 他不是有爸吗 对 我真的在认真地思考 我有一个亲爸 我还有一个继父 我还有一个张老师 我这红毯得多长呢 在杀人 模特走秀走三波 对 以快闪的形式 加入到这个 送的阵影 这样 这样 张老师 第二段 你送完我 你就火速赶上台上 然后给我 作为我的主持 还来当司宜 送你现场见 送你现场见 要钱吗 一定 一分不要 那一定 我主持婚礼是这样的 一呢 你也不用给我钱 第二呢 我也不给你随份子 那有点遗憾了 那我不用您主持婚礼了 还是随份子吧 还是随份子吧 你们会给别人送新年礼物吗 小黄老师给我爸送的一些东西 是给你爸 有一次我就让你带回去的就是给你爸 酒有油 什么 吃什么 一箱酒 烟酒糖茶 过年嘛 结果还疫情 咋也忧不回去 然后马上要回家 我还专门问头 说你给你爸买东西 我说没有 赶紧买去 然后我怕他没时间买 我就在我们家给他 烟酒糖茶弄了几天 不用说我 你给你爸的 那你不觉得你新年礼物 一定要尤其是你从北京回家 比方说 你给你爸买个东西 其实这个东西你可以提前寄到家 对 但你一定要把皮箱打开那一刻 然后给它 因为那是仪式感 对 导致那个皮箱就装掉其他东西 而且觉得你很有诚意 对 那就是诚意 对 因为你随时可以寄 然后你 就是因为到了特殊的时候 这种手把手的 人和人之间的交流 但其实它不是最有效率的那种方式 不是 没有 在这个问题上不讲效率 不是我有一个情况就是 我家有四个仪 就我很想把所有 就这样给他们都买礼物 对 但是我不可能带的回去 比方说给他们一人买一个包 啊 那么就拎四五个包 哦那就无所谓 但是呢就麻烦你 呃 把那个包你可以先寄到自己 对 对 就我得有一个缓冲的地方 然后还要拎 之前是这样的 是的 我也是 这个就跟祝福短信 是不是轻手打的 起码你有个名字 你给我改一下 也行 是的 刚刚送了毛毛的爸爸 嗯 那你送给毛毛吗 我给毛 假设我们有礼物 送的话 不会特意说新年 对 或者是生日 不太这么讲 就上门就是可以带着 有的时候觉得有合适的 嗯 就送了 啊就很随意的 就不是那种那么 然后比方说我用一个东西 我觉得挺好的 毛毛在家吗 嗯 在我就给闪送过来了 哦可多了 对 不会那么选什么新年礼物 你会吗 我 嗯 不会 对朋友之间不会送什么新年礼物吧 新年不会 我会送贺卡 就是写一个 纸质的 嗯 对纸质的 那我也不会 嗯对 除非我对你有其他的想法 有人收到过李月琴的贺卡 有什么想法 那请他来上毛也忘了 我就给他送一送 在座的没有任何人会收到选情的贺卡 那你会收到我的新年祝福 这群发了我都不会 凡事上来之后没名没姓的 有的一堆一大长串 还有各种表情 很长 各种小礼花 这样的 好像掉了 小酒杯 八千个烟花 一个歪着的小酒杯 我一旦看 一旦看到那样的我一概不 就能能自己打出来 新年快乐 能自己打出来 就可以了 那个天奇 新年快乐 这可以 摸摸哒 张少哥 这可以 如果有名字的话 我有我有 我都有 那可 我都有 我都有 然而我当时觉得我不发 没有人会记得我没有发 他根本想不起来我 你是从哪知道有人会记得呢 张老师吗 后来张老师教育了我 有一年 你说啊 那个你那个什么 是哪一年呢 去年吧 说哎呀 既然雪芹不给我发 那我就给你发吧 可是点我 阴阳我 我觉得哦 可能这个行业中 有一些前辈 比较在意那些问题 是吧 比较在意时候 这晚辈 有没有给我发现 祝福 我才一直到 那都有个表格 来一个打挑 来一个打挑 你记记一年 你倒过到现在吗 我没倒过 是你提的 真有人拿个表格对呀 我这么说 其实是我的习惯 我是三十 初一 初二 会给不同的人发 我的脑子里面非常有 有排序吗 有 我问一下那个排序是什么 为什么 三十的时候会给我的 长辈发 然后初一呢是 基本上是就是好朋友 然后到了初二的时候呢 就是查岗 查岗 我就是被查在岗上 我不在好朋友的行列里 但我在查岗那行业里 没有 你在好朋友的行列里 那你没给我发呀 在好朋友的行列里 我也会有遗漏 对 是我的错 好 咱俩谁也别说了 咱俩谁都不说谁 这篇翻过去了 咱们看一看今年春节 我今天从腊月二十五 我就开始给你发 怕三十的鞭炮太响吧 喇叭 喇叭你就发 像这样 我从小年开始发 行 我一直发到过年 喇叭可给我发一次 给我喇叭撑 行啊 对 张哥我三十给你发 对 对吧 我初一给雪晴发 嗯 因为你总要给一些人发 总要发的 嗯 比方说我就得给我们老板子发 他说我这两年基本没给人主动发过 我一直主动发 其实这个发不发都不是硬性 但收到确实会很开心 我每年都发一个朋友圈 嗯 我说这些朋友圈点赞 咱们就当互相拜年了 就不要再互相发 说那些话 别人累的了 因为我又不发朋友圈 我又不看朋友圈 所以对我来说 我是觉得发这个吧 别人还想着怎么给你回呀 烂七八糟的 因为我就简单的 简单的 新年快乐 简单的 嗯 嗯 嗯